是 这么巧 等人呢 是 好巧 好久没见了 我 当我女朋友呢 都有女朋友了呀 怪可惜的 那回见喽 不可惜啊 你不就是我女朋友吗 昨天睡得太好了 睡傻了是不是 可能是某些人心抱枕 太舒服了 所以呢 睡得很踏实 那是不会被占便宜的她是呢 还是有了依靠的她是呢 两者都有吧 要不是昨天你心情不好 实际不对 我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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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吧 轻吧 我可就 我先带你看房子去 看房子 别看了 北京的房子都那样 这我们的要求啊 就是很简单 小区越新越好 一方一厅 这个朝向呢 最好是朝南或者西南 来 请进 好 看看 这房子不行 楼层太低了 虽然是朝南是吧 但外面那楼那么高 过了十点之后 那楼就把阳光给挡住了 就 二位 这预算大概是多少 最好控制在六千以下吧 周边配套一定要丰富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离地铁近 这有这样的房子吗 怎么要求这么多呀 这楼层不错吧 小区楼 间距大 楼下呢 还有一个不小的绿地 挺好啊 挺好的 是 倒是不错啊 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挺高的 但是你 你听 隔音不好 楼上多入馅呢 只要隔音不好 就容易引起 临临矛盾 没事 我晚上就回来睡个觉 白天又吵不着我 白天我走得走 我觉得挺好的 就这儿了 你跟房东说一声 那我去联一下房东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麻烦了 你知道全北京 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吗 你家那个面积啊 都能算得上豪奢了 是吧 当然了 所以啊 你看我空一个书房 要不也浪费 你搬来我这儿呗 不 我才不要呢 行 我明白了 继续维持自己这个 散发着魅力的 单身女性人设 是吧 我是不想 我第一天跟你谈恋爱 我就搬进世贸天街 对面的豪宅 那明天你要把我拆了呢 我怎么办 我流浪去吗 真可怜说的 要甩也是我被你甩好吗 不过我当时不会流浪 我有很多 善良的小姑娘收留我的 俊子权 活够了是不是 喂 喂 王绿 好 曼谷的案子怎么样了 那个韩寒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一切顺利 我这边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但我还需要几天 调整一下 行行行 没问题没问题 那你那边 多保重啊 放心吧 你有什么棘手的问题 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样吧 喂 申哥 不是吧 上次你走得太急了 我吧 我有个弟弟 是做红酒的 那不是外边认的那种弟弟啊 高材生啊 我感觉呢 你俩还真适合 多了点事 那行 这样 哥 你把他微信给我 我直接跟他联系 好不 你知道这个酒吗 我本来以为是三物产品 结果一上网一查 还挺火 我知道 说什么 这个酒的酒窖里面 有好多各种技术 能让这个酒 跟别的酒的味道不一样 对吧 对 就是这 真假不知道啊 但噱头特别足 不过说真的 这案子要是成了 你人够不够 就拿俩小兵 所以啊 我才叫你过来商量商量 你说这合适吗 上回那香薰 这盆红酒 全是你拉回来的 有什么合不合适的 现在公司情况 你又不知道 内耗这么严重 我做任何案子 雷达那边都想参一脚 这个时候咱俩不抱团 那我还能信任谁啊 再说了 你不想告诉过我吗 成了家 没时间搞誓言了 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双运河墙内户的 皇家美素佳儿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对 对 不对 不是 什么成了家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徐子权 是 何方神圣啊 能把你这妖逆给收了 回头我得好好见见 我得给他磕一个 不用回头 你先给我磕一个 去你 那怎么着 说定了啊 咱们俩一块干了啊 好 干 什么口气 跟你没关系 家里的事 怎么了 就 他爸 最近 行行行 知道了 需要多少 我转给你 干活 我找你 喂 怎么了 想和你在一起啊 想你了 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谈恋爱的时候 画风突变啊 不喜欢 不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冷酷一点 喜欢 干吗呀 我在收拾东西呢 你看外面的天气这么好 想跟你在一起呀 好啊 好 那我来啦 我来接你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ach face becomes familiar Recognizing you You tore it out of me A heart so full of unbelief The part that others rarely see 好 好 喂 您好 抱歉啊 唐女士 这个房东还是决定把房租给别人了 听说那个小姑娘是单身 觉得比较好 害怕您经常带男朋友过来 您也知道 情侣租房就那种不太爱干净和不讲理的 不是 你这 怎么得也得有先来后到吧 怎么还其实非单身女性呢 你这 那我怎么办呀 我不是也租了吗 真对不起啊 我告诉你 我们唐律师 保留对你们公司进行起诉的权利 你给我挂了 那我怎么办呀 马上没房子 我要流浪了 除非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急财华 帅气 细心体贴于一身的男士 愿意给你租房子 租你的房子也不是不行 那我也不会亏待你了 房租我账给你 水电飞燃气费给我们一半 水电飞燃气费可以补书 房租也可以补卫 那可不行 我没有 喂 新姿 姐 带上身份证来找我行吗 带上身份证来找我行吗 带上身份证去 好 N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